11月19日 第23届京港洽谈会以线上方式在北京 香港两地同时开幕 在以后疫情时代 京港科技合作新态势为主题的 京港科技创新合作专题活动上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杨仁全表示 香港在教育 科技等方面有势突出 汇聚了许多国际顶尖科研人才 在新材料等科研创新领域拥有强大实力和巨大潜力 打造科技创新的共同体 密切科研人才的往来 细化合作措施 建立京港优秀青年学生的实习机制 为两地青年实习提供充足的机会 组织两地的创业者 企业家 京港型 围绕两地科技创新发展的共同需求 鼓励和支持两地的高校 科研机构和企业 开展联合公关 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 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中英喜在致辞中说 北京的科技企业可利用香港的国际经贸平台 对接北京与香港的科技创新资源 我相信可以为我们科技的朋友开到更多渠道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跟北京市科委 科技交流中心建立更多的具体的合作内容 协助我们香港企业或是我们香港的客人机构 跟我们北京更多的合作 所以我重新希望大家利用好今天的机会 多招流 共同为京港两地科技发展 打开新的篇章 知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承彤 通过云慧议方式表示 愿意作为科学家帮助两地密切科技往来 我觉得我们需要增加数学科学的基础的发展 我希望香港跟北京能够互相交流 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地流的年轻人 我们也期望在这个基础上帮忙北京市 帮忙香港发展工业 发展地流的应用科学 据悉作为京港合作的重要平台 京港洽谈会已经举办22届 其中科技创新专场活动 从2008年以来已举办了多场次专题活动 成为京港科技合作交流的金字招牌